这是我们的肘子选手赤井沙西 一套组合肘子让肥婆直接找不着北了 就在赤井沙西准备使出致命一击时 肥婆竟反手搂住赤井沙西的水蛇腰 一时间两人僵持不下 这是赤井沙西趁机抓住其手臂 一个转身疼的肥婆 呲牙咧嘴的 随后有一个飞西 这回午饭肯定也要吐了 突然肥婆正脱开束缚 一肘子将赤井沙西干飞 搂住赤井沙西就是一个爆摔 看样子 这一下摔的不轻 不等赤井沙西反应 拽起赤井沙西准备使出必杀技 结果反备利用 一招直接将肥婆撂倒 紧接一个飞踢 将肥婆踹翻 可肥婆体力还是真的好 起身就是一肘子将赤井沙西干倒 两人体力都达到了极限 可肥婆很是不服气 起身对着赤井沙西又是一拳 赤井沙西以为将肥婆打傻了 一肘子想让她清醒清醒 可肥婆却越战越勇 起身对着赤井沙西 就是一个暴击 而赤井沙西也不甘之弱 这时肥婆突然一招击中要害 赤井沙西也紧跟一个大皮腿 请她吃解礼 肥婆感觉晚饭也不想吃了 一个头锤将赤井沙西淡晕 随后准备剑变成加速撞击 不料被赤井沙西轻松躲开 你一个大皮腿 我一个低头 又一个大皮腿 肥婆顿时脑瓜子嗡嗡的 赤井沙西紧跟一个加速 直接将肥婆干翻 此时赤井沙西快没了力气 肥婆还嚷嚷的要拿第一美女的称号 赤井沙西一听就来气 直接一脚让她清醒清醒 看着身词和延迟 不知道肥婆哪里来的自信 没等肥婆管过神来 对着起面门又是一脚 没想到肥婆这么顽强 抱着大腿就要求饶 赤井沙西一脚鸭子踢开 抱起肥婆 又是一脚 这下肥婆彻底没了力气 本以为就此拿下胜利 谁知肥婆再次正拨开 赤井沙西不等肥婆起身 直接一个飞踢再次将肥婆干翻 随后立即控制住肥婆 随着一声声倒数 恭喜本场最佳 赤井沙西拿下比赛胜利 谁才是第一美女 赤井沙西对着肥婆就是一顿羞辱 此时肥婆也不再嚣张 红亿羞辱 副婆内 eigenen